红绿灯模组 红绿灯模组因为上面有三个灯 所以它的接法就不属于通用型的GES的接法 那这边它是三个灯有四条线 所以它的用法是这个GND接到接地 GND接到接地就是负电端 然后这个GYR分别是三个颜色的控制讯号 那G是Green 绿色 Y是Yellow 黄色 R是Red 红色 那基本上就是这三个颜色的讯号线 哪一条线送正电进来 那一条线就会亮 那一条线所控制的LED就会亮 那送多少的电压进来 电压送的越高灯就越亮 它是一个类比的输出 LED大部分都是属于类比的输出 但是你有可能也会买到非类比的 只有数位开关的 这个有时候都是需要测试一下才会知道 这是三个灯的 第一个模组 好 那我们现在用红绿灯模组 来做类比输出的控制 那接线的部分呢 我们就拆这个杜邦线上面 黑白灰纸这四条线 黑白灰纸这四条线 那我习惯因为看到这个GND在最旁边 那我们上次有讲过 黑色咖啡色就尽量习惯用GND 所以我会拆这四个颜色 四平的我就会拆这个颜色来使用 那刚好GND在最旁边是黑色的 所以我就把黑色接在GND这一头 那另外三个颜色就照顺序插上去就可以 那如果你要注意看那个颜色的话 你就自己等一下可以分辨 现在G green的绿色的灯是白色线在控制 然后Y是灰色的线 R呢是紫色的线 那我们接到Arduino上面呢 因为这四条线就不是一般的之前的规则 所以我只要把GND黑色这条线接到GND上面 所以在数位输出这一排黑色整个都是GND 都可以插上去 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 各位看 这个黑色的线就插在黑色的端子上面 这整排黑色的部分都是GND 那另外三条线呢 另外三条线就是我们的控制讯号 那所以这三条线的控制讯号呢 我们都会插在白色这一排 这一排白色这一排 那因为我们这一次要做类比的输出 类比的输出 所以我会把这三条线插在 90 11 三只脚 90 11 这三只脚 90 11 Arduino上面的这个类比输出 就是数位去模拟的这个类比输出 PWM的脚位 要插在Arduino上面脚位 有那个毛毛虫标志的那六只脚 356 90 11 才会有作用 那所以因为这三只脚呢 是我们把它放在连续的90 11 这三只脚 比较好做插线的控制 那你要插在356或者跳着插也没关系 这是接线的部分 给各位参考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一样是使用宇宙机器人的 Transformer来做示范 那请你选到S28 Plus 然后选到你的板子 那如果你之前有烧过Rent 这边就不用再烧 一样开启Squitch3 做个连线 连接之后呢 一样把扩展积木 S28 Plus的扩展积木打开 那由于我们这一次是使用 三个脚位 90 11 所以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我们先定义再使用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输出改成PWM 类比输出 模拟类比输出 然后呢 这边改9号 9号 那因为用三只脚 所以我们就再复制 总共要三只脚90 11 那这三只脚 使用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它们 所以使用的指令 一样是PWM的输出 那这边你要控制9 就要选9 那值呢 这边的类比输出的值呢 一样是可以从0到255 15 好 那这是9号 那另外还有两只 10跟11 15 11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一样把它接上去 加个点预期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运作 好 当我把第9号 9号角位输出255 就是最大的功率的时候 我点预期 哎 红灯亮 这个红灯呢 就是刚刚我接在第9角 第9角的红灯 好 那我如果把红灯改成0 然后中间这个 第10角 应该会是黄灯 改成255 那我再点预期 所以红灯就会关掉 换黄灯亮 那同样的 我把绿灯改成255 把另外 黄灯关掉 然后点预期 绿灯亮 然后其他两个灯关掉 那我们一般呢 在使用模组的时候 我们会先个别测试它的原件 先确定它的原件是好的 没有问题 那我们才会继续使用 所以你就可以分别去点亮它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我们一样先把三个灯做定 三只角位做定义 变成类比输出 然后一开始先把三个灯关掉 关掉之后 我们把红灯 我们增加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把它叫做亮度 那一开始是0 设定为变数是0 然后我们就去点第9号角位的红灯 然后一开始点的是 亮度里面是0 所以它点灯的数字就是0 就是关灯的意思 然后点完之后呢 把数字加1 所以它下一次的轮回 点的就是1的亮度 然后再加1变成2 所以下一次点2 那加到最后一次变成255的时候 它就退出回圈 所以最后一次255是没有点灯的 就维持在250次的亮度 所以这一个程式 简单的说就是把红灯 从不亮到慢慢变成最亮的状态 那同样的模组 我们把它换成第10之角 就是黄灯 那同样的模组换成绿灯 所以把它接在一起 那所以这整支程式 就会先把全部的灯关掉 就会先把全部的灯关掉 然后黄灯慢慢变亮 然后黄灯慢慢变亮 然后绿灯慢慢变亮 然后绿灯慢慢变亮 一个程式 那我们同样的再把它加上 无线回圈 同步无线次 然后把它接起来 好 那我们来实际执行 看看这一支程式的效果 各位看一下 当我按Action的时候 先全部按 然后三个灯慢慢变亮 然后再全按 再三个灯慢慢变亮 这是我们 类比输出的部分 用红绿灯模组的一个说明